三星大掌柜李在荣 17日元2015年 80亿美金合併案中 涉嫌会计诈欺和操纵股价 遭到南韩检方求刑5年 并罚还5亿韩元 相当于台币1200多万 打了三年多的官司 南韩夏季法院 周五进行最后一次开庭 李在荣亲自出庭 他否认有任何不法行为 也强调在合併案中 从未考量个人利益 检察官则指控他 和其他高阶主管 违反了资本市场法 检方指出李在荣等人 犯下操纵股价等不法行为 以牺牲少数股东利益 作为代价 来帮助自身获利 警方还引用中国思想家 韩非子的名言 法不饿贵 神不挠曲 意思是法律要保持公正 不能偏袒权贵 似乎是在向法官喊话 根据韩联社报道 最终判决 预计将在明年1月26号出炉 分析师指出判决结果 将影响未来李在荣在三星集团 推动重大政策决定时 是否不会有杂音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